高空背景戴頭盔面罩 在機艙內來一張帥氣自拍 高畫質放大看 手機儀表板一清二楚 旅行作戰科長駕駛F16戰鬥機 居然帶頭違規攝影 儀表板上有抬頭顯示器 泄露參數能掌握這架戰鬥機性能 同時還拍好幾張聊機編號 也會曝露戰機地區 照規定進入營區內 都會啟用MDM智慧型手機 自動化管理系統 藍牙定位前後鏡頭全上鎖 媒體申請絕不能拍照攝影 空軍司令部回應履性上校 違反國軍資通安全規定 繼小過兩次調單位以非主管職 一趟戰鬥機起飛啊 所消耗的不只他的人力 然後還有燃料費 還有所有辛苦的地勤人員 那些花費都是由全體國民辛苦的納稅錢 他的殘處方面我覺得說太過於草率了 情報的獲取以及分析 其實就是從這些很細微的 煤角裡面去分析出來的 知道你晚上吃雞排 這不是什麼稀奇的事情 可是知道你晚上有二十片雞排 那表示你基地只有二十個人 這樣偷襲 寧可的說沒有什麼機密洩漏 但是廣的來講 你的保房觀念不招包 上校階級還明知故犯 自拍傳給有人欣賞被抓包 這次沒出意外 難保下一次不會被有心人利用 空軍的話也有一些用餐禁忌要小心 像我旁邊這盤香噴噴的辣雞翅呢 就不能吃 因為有代表折翼的意味 那另外呢 我這一盤香噴噴的墜雞呢 也不能吃 因為仔細聽有點像墜雞 各種經濟雖然沒有科學數據佐證 卻在軍中流傳 甚至有軍事迷惑去聽聞 空軍禁忌包括執行任務 起飛前不予戰機拍照 戰機編號不可入境 曝光種種說法 實際問到曾擔任空軍的軍官 也坦言禁忌可不少 不只空軍各軍種都有各自不同 同忌諱 像是空特不能吃番茄炒蛋 因為殉職中海通常是血肉模糊 海軍部分吃魚不能翻 忌諱會翻船 艦艇編號也會避開數字四或相加不等於四 陸軍則是部隊行進時禁止被插隊 否則象徵軍政被迫 另外也禁止跨槍跟砲架 更多的是科學 因為如果說在砲管上面跨座的話 可能會造成砲機 就是後面砲耳 就是長久之後可能會造成一些 就是磨損跟晃動 軍中各種禁忌 多半源於血掌傳承下來 大部分軍職人員 還是會選擇遵守避免採雷 三星新聞 周冠宇 下方民 台北採訪報導